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真理之光栏目 我是主持人志清 6月19日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38次会议召开期间 社团及个人良心自由协会主席 迪爱里瓦来 代表七家非政府组织 在人权理事会上发表口头声明 对中共持续镇压迫害 全能神教会的状况表示关注 并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宗教自由 停止对全能神教会的迫害 社团及个人良心自由协会主席 迪爱里瓦来在声明中称 全能神教会是一个基督教新兴宗教 据官方资料显示 他们在中国有400万信徒 全能神教会被中共 划分到邪教的行列 根据中国刑法第三百条 在邪教团体中表现活跃的 可以处以三至七年 或更长时间的监禁 该条款对邪教没有明确的定义 出于中共当局所有切实的目的 把列入相应名单的组织认定为邪教 并定期更新 根据刑法第三百条被逮捕并监禁的人员 仅因为是一个被取缔组织的议员 就受到指控 这是典型的因为信仰而受到惩处的良心犯案件 中共当局还发起了一系列 反对全能神教会的假新闻运动 用莫须有的罪名来指控全能神教会 包括2014年招远麦当劳故意杀人案 有学者研究而得出结论 该案件的刑凶者并非全能神教会的成员 他们与全能神教会无关 迪埃里瓦来在声明中特别提到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在今年11月 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普遍定期审议 几家非政府组织早先时候 就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了全能神教会 一些成员遭受酷刑折磨 并在积压期间非正常死亡的证据 另外还提交了 提为中国任意拘留问题的报告 该报告已在联合国网站上公布 报告首先介绍了全能神教会的历史背景 1991年全能神开始发声说话 其跟随者认为这些话与耶稣基督的话语一样 有权柄有能力 许多基督徒开始阅读这些话语 认为这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1993年其跟随者开始认出发声说话的这一位 正是道成肉身的神是主耶稣的再来 是全能神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1991年全能神教会产生 全能神如同圣经中提到的东方闪电显现在中国 全能神教会是有纯正信仰的基督教会 这份报告列举了中共任意拘留全能神教会成员的事实案例 以及学者的研究文献等资料 阐明了中共迫害宗教信仰的事实真相 并严厉谴责了中共政府任意积压几千名全能神教会成员的罪恶行径 报告中指出 在中国不是所有的法庭判决书都会在网上公开 但目前已经有成千上万份被公布 根据刑法第三百条被定为邪教的成员 尤其是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被判长期拘禁 通常超过七年 自1995年开始 全能神教会便一直被列在邪教名单上 网上已公开大量此类法庭判决 通过这些判决可以清楚地看到 只要持有全能神教会的书籍 或给他人传讲全能神的末世福音 就会被认定是 违反了刑法第三百条的规定而受到惩处 在中国任意拘留问题的报告中 提供了472名全能神教会基督徒的载压案例 目前已知最高刑期14年 除此之外 社团及个人良心自由协会网站上 特别援引了寒冬杂志 近期登载的一个案例 2018年5月 一名全能神教会基督徒为躲避中共迫害逃亡海外 因病无力承担昂贵的医疗费用回国治疗 但他刚抵达机场 就立即被中共逮捕拘留 依据是刑法第三百条 可见 中共不仅对中国大陆全能神教会基督徒的 镇压迫害抓捕愈演愈烈 而且还将黑手伸向海外各民主国家 企图把逃亡到海外的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引渡回国 中共从全能神教会的电影视频中查找搜寻 逃亡到海外的基督徒 并且对这些基督徒在中国大陆的亲人家人 进行审问 威逼 诱骗 还胁迫一些逃亡海外的基督徒的亲属办理护照 组织他们到海外一些国家制造舆论 栽赃陷害 抹黑攻击全能神教会 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 起来反对全能神教会 企图将逃亡基督徒引渡回国 抓捕归案 如2015年2月 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张福 因受迫害逃亡韩国 2016年5月 8月 2017年11月 中国警察苏史章的妻子 以寻亲为借口与中共特攻到韩国 企图挟持诱骗其回国 目前已知 2017年至今 从海外回国的全能神教会基督徒 有9人被抓捕 其中两人仍在关押中 从刚才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 中共对全能神教会的迫害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在中国任意拘留问题的报告中 发现这样一个细节 报告中特别强调 中共早在栽赃陷害全能神教会之前 就开始迫害该教会了 这足以证明 中共的迫害行为并非源于那些犯罪指控 而是他认为全能神教会的教义 与他的意识形态相背离 那么中共的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呢 全能神教会基督徒郑明锐 原为中共海军中校 后在国企从事党务工作 他认为中共的意识形态是邪恶的 反动的 他在接受东方之光采访时说 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 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它公开宣扬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它的执政纲领 是党领导一切 党指挥一切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它的口号 是要消灭一切资本主义 与一切宗教信仰 实现共产主义 把中国甚至世界建成无神区 达到它永远掌控中国人民 乃至在世界称王称霸的邪恶目的 中共不管是在对内还是对外的宣传中 一向标榜自己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对世界所有民主制度的国家 与各种有信仰的 种族团体 不同政见观点的党派 团体或个人 他都认为是错误的 反动的 都感觉 是对他的政权构成了威胁 所以他都要不择手段的打击 定罪 以至铲除 中共从执政初期 就开始疯狂的镇压取缔 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信仰团体 中共把基督教天主教都定罪为邪教 把圣经定罪为邪教书记 没收焚毁无数 把许多著名的基督教领袖与传道人 抓捕监禁二十年之久 打伤致残的致死的基督徒 没法统计 不知多少 中国自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 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迅速发展 中共又开始疯狂镇压迫害 基督教天主教家庭教会 尤其是习近平上台后 中共又提出基督教中国化 不仅大肆镇压迫害 基督教天主教家庭教会 还强行拆毁许多官办的三字教堂 强行拆掉许多教堂顶部的十字架 强行下架各大网店的圣经 大有彻底取缺带基督教天主教之事 有宗教学者称 中共当局正在掀起反西方 反基督教的文化之战 意识形态之战 宗教之战 这个时期 中共监狱里被抓捕的基督徒 是有史以来最多的 惨遭迫害的基督徒家庭 与有家难归的基督徒 更是不计其数 据全能神教会年度报告称 粗略统计 仅2011年至2013年短短两年间 遭到中共抓捕 监禁 判刑的基督徒 就高达38万0380人 其中 43,640人 遭受各种酷刑折磨 有13人被活活打死 截至2017年年底 有据可查被迫害致死的 全能神教会基督徒 已有60人 对于所有被抓捕 迫害的全能神教会基督徒而言 以上数据只是冰山一角 实际上 以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等理念 为核心的普世价值 是民主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是人类文明的核心 中共的意识形态 直接与这些普世价值相背离 凡是与中共意识形态不同的 民族、国家、宗教团体 异议人士 都是中共迫害的对象 尤其对全能神教会迫害 最为严重 根据中共的所作所为 与中共的意识形态足以证明 中共是仇恨真理 是抵挡神的 是神的仇敌 所以他没有资格评论信神的事 更没有资格给任何信神的团体教会 定任何罪名 中共对全能神教会的定罪 完全是颠倒黑白 是不成立的 我们都知道 了解一个宗教团体的信仰 必须先了解这个团体的教义 那么全能神教会的教义是什么呢 为此东方之光记者采访了 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张进 由他来谈一下 全能神教会的教义 以及中共一直镇压 迫害全能神教会的原因 世界各大宗教团体 都有他们自己的教义 你比方说 犹太教 基督教 天主教的教义就是 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 而圣经呢 就是因着神在各个时代的 显现做工而产生的 你看律法时代 耶和华神所发表的话语 记载在旧约圣经里 是由神所使用的人编辑成书 所以呢 旧约圣经就成了犹太教的教义 那恩典时代呢 主耶稣所发表的话语 记载在四佛音里 是由主耶稣的使徒 编辑成书 所以呢 新约圣经就成了 基督教 天主教的教义 末世 全能神 道成肉身显现做工 发表了审判 捷径 拯救人类的一切真理 做了审判 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那凡是听见神声音的人呢 都来到神的面前 这样就产生了全能神教会 全能神所发表的话语 大部分都收录在 画在肉身显现一书中 那画在肉身显现 就是全能神教会的教义 画在肉身显现呢 应验了圣经启示录中预言的 高扬展开的书卷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新约圣经是建立在 旧约圣经的基础上 画在肉身显现 是建立在新约圣经的基础上 那画在肉身显现呢 是神在国度时代 做末世审判工作的基石 也是神 即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的 做工之后 又一次道成肉身 面向全人类的发声说话 中共为什么对全能神教会 一直展开全国性的 镇压又迫害呢 就是因为道成肉身的 全能神显现做工 发表了一切真理 震动了整个宗教界 那基督教天主教等 各宗各派的人呢 看见了道成肉身的 全能神发表的一切真理 听见了神的声音 那越来越多的人呢 都归到神的面前 在这短短的二十几年中啊 那整个中华大陆 就有数百万人 归在了全能神名下 那全能神教会 这样的迅猛发展 使中共啊 感到极度恐慌 他们害怕了 他们害怕啥呀 他们最害怕的就是 全能神教会 统一宗教 万教皈依的局面 对他们的政权构成威胁 这是关键点 也是他们最害怕的 那为了维护 他们的独裁政权 把中国建成无神区 中共啊 就多次下发秘密文件 要彻底取缔 全能神教会 并多次展开 全国性的 镇压打击 全能神教会的行动 中共多次召开 关于取缔 镇压全能神教会的 专项工作会议 并且多次发布 秘密文件 机密文件 绝密文件 并在文件中强调 镇压全能神教会的迫切性 暴露了中共 对全能神教会 快速发展的恐慌 如2000年9月14日 中共召开 镇压全能神教会的 专案协调会 河北省公安厅 副处长毕荣生 称全能神教会 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 尽管一直镇压 活动仍然比较严重 时任中国公安部部长的 贾春旺在会议上称 要一声不响地将其打掉 2014年6月 中共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中 再次强调 在全国部署开展 对全能神教会 专项整治百日会战 不是主动出击 而是形势所迫 并指出 全能神教会 在全国城县发展 蔓延之势 据分析研判 不少于四百万人 全能神教会基督徒 仅仅因为信全能神 聚会读神的话 交通真理 与和平理智的传福音 见证全能神的显现做工 就被中共任意抓捕拘留 有的被刑讯逼供 酷刑折磨 甚至至残至死 从以上这些事实可以看到 全能神教会基督徒的处境 极其危险 我们为正在被中共任意拘留 羁押的基督徒的安危 感到担忧 为那些因受中共迫害 流离失所 家破人亡的基督徒的处境 感到担忧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了解中共 任意抓捕拘留 残酷迫害全能神教会基督徒的事实 关注他们的处境 关注被迫逃往海外的基督徒 难民庇护问题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